您好 欢迎收看7月12号的中佳台北新闻 我是林奇慧 第三频道台北市公用频道 即将从8月10号起 播出市民故事馆影片 而拍摄记录者来自台北市五所的大专院校学生 制作出50部的影片 希望借着小市民的照片故事 重现旧时台北城的各种风貌 让市民感受台北的独特魅力 影片中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 借着照片里的主角 娓娓道来自己与台北城的故事 也让观赏者了解旧时台北城的各种风貌 本片市民故事馆即将在8月10号 在第三频道也就是公用频道播出 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邀请市民一起来观赏 感受台北城的独特魅力 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小市民与大历史的结合 就是说零零着一点点小市民的回忆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大历史 那我们这个影片其实就是这个企图 就是说让市民自己说故事 让这个城市的意义被市民所塑造出来 观传局指出台北市有线电视公用频道 是一个提供政府机关学校团体 以及当地民众播送公益 以及社交类等节目的免费专用频道 这次由台北市无所的大专院校学生 所拍摄制作的市民故事馆影片 正符合公用频道的成立宗旨 也欢迎市民朋友一起来收看 未来会有50个这样的故事 在我们的第三频道播出 那所以今天的记者会是提醒大家 不但可以多多的运用第三频道 那从8月初开始也有这样的一个优质的节目 大家可以来收看 我也鼓励所有有兴趣的学校们都可以来参加 为促进在地市民发声 今年公用频道除了规划市民故事馆单元之外 也举办市民短片甄选网络票选活动 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也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落实媒体竞用精神 中佳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道 中佳台北新闻创造